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會到尾聲 港區政協經常被批評出席率偏低 兩個星期的會期 通常到一半 很多人都忍不住飛回香港 處理一些公務才飛回來 但今年的情況有點不同 同一般經常做圖學威龍的委員 都乖乖留守在北京 大家這麼乖當然是有原因的 消息透露新兼政協常委的 中聯辦副主任恩曉靜 在第一次政協小組會議上已經發現 要求各個委員注意自己的出席率 並且下了一個指令 就是如果那些委員在今年的大會中 缺席超過三次的話 在下一屆的時候有可能不獲委任 即是滅柴 今年的政協總共有六次大會 包括開幕和閉幕 中間亦有大會發言和列席人大會議 中央下了指令 大家當然不敢擴置 不過肉體上是存在在大會堂開會 又不代表精神上有參與 其實在香港的立法會 不少立法會議員都先進入這個會議 聽到坐15分鐘 點了名就會離開 要不就去前廳休息一下 或者回自己辦事處做事 如果講開議會文化 其實真的有這個中港融合 因為開政協會議的時候 都會見到 有些委員開開一下覺得悶的時候 都會走出去大會堂的大堂 即是我們俗稱的大茶樓去喝茶 或者走到一邊去休息 或者跟其他委員聊天 為什麼不直接回酒店休息一下 或者出去玩一下 我們都跟他們聊過 他們說不像在香港的立法會 怕會留會 政協就沒有這個機制 而是他們聽過一個傳聞 所以才不敢離開大會堂 每個出席兩會的委員 都會獲發一張委員證 那個委員證和這張記者證 是有點相似 裡面都是收了一張晶片 進入大會堂或者酒店指定的地方的時候 都要展示證件 用一些機器去閱讀裡面的資料 核實之後才可以進入大會堂 內地官場就有一個傳言 就是這個晶片裡面 其實就有全球定位功能 也就是GPS 美其明就是可以保護各個委員的人身安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都可以記錄著他們的行蹤 好像一個跟蹤器一樣 所以大家各位委員 都不敢亂走 尤其是在會議期間 就不在大會堂裡面 竟然被人發現 人家在開會 他自己在馬會吃下午茶 這個傳聞是真是假 我們暫時都求證不到 不過中央明顯對港區政協委員的要求高了很多 即使仍然有人批評香港的政協委員是政治花瓶 但很明顯中央都不准做隱形的政治花瓶